唯品会作为国内知名的电商平台之一 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提供高品质、优质的服务 但近日,唯品会系统崩溃的事故 却让该公司受到了损失 据悉,唯品会的系统崩溃 导致了公司业绩损失超过一元 这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损失 正是由于这个灾难性的事件 公司领导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 相关负责人被免职 一家公司的系统崩溃事件 不仅仅会带来经济损失 更会损害该公司的声誉和市场信任 唯品会一直以来都强调品质和服务 然而,这一事件却给了消费者和投资者极差的体验 企业管理者应该深刻认识到 只要涉及到信息系统 相关的管理必须更加严谨 同时,他们需要密切关注新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并采用新技术来保障自身的网络安全 防止出现类似的事件 为了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企业需要更加负责任的管理信息 和技术系统 唯品会此次事件让人们看到 任何一个不成熟或没有掌握的技术 都可能给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个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案例 感谢观看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